师爷 这大鲍鱼怎么做好吃啊 我想 酱焖比较好 这大鲍鱼 看没儿子 跟脸一样的啊 这鱼啊 是过年他们送过的 你家要有鲍鱼 也这么吃 同志们好 今天呢 你们算来着了 咱做这个鲍鱼啊 是比较大的 对啊 来吧 师爷 把这个鲍鱼 去正 家里要没有这大鲍鱼啊 小鲍鱼也成 整条的来 厚点片 厚点大片 对 好嘞 给盖好刀了啊 我们现在 绝对新鲜啊 好嘞 煎一下啊 之前跟那个西红纸把上面嘴上 煎到这个程度啊 最好呢 我们往后让它锅煎一会儿 这样的话才细身 让它还不稀 不稀 反而还不醉啊 对 这有够了吧 走 再煎了 做这个 鲍鱼煮辣一锅啊 提香是不是这样 少不了 要不你再搁点肥瘦肉片 炒肥价子 对对对 肥瘦肉片 对 葱姜 蛋锅 干黄酱啊 南口酱啊 干黄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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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黄酱就是水蟹的啊 对 甜面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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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焦点火炒香 要干嘛 要甜面酱容易糊底是吧 对了 这时候转大火 是不是 白酒啊 去腥效果最好啊 白醋啊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好 加热水啊 加点糖啊 好 糖在这里是去腥的 去腥的 增鲜 增鲜 加上整根的香菜啊 这个去腥解腻增香 辣椒 给它掰了 在这儿 焖一下 开盖 大点火 我收收汁啊 这个菜啊 我们在83年 全国这个大冬会 我给运动员做了一个这个菜 这运动员呢 吃这个吃饭就说 我本应该吃两碗吃了三碗 有人说我吃三碗吃了四碗 我说怎么回事 都说这个菜下饭呢 真下饭啊 下饭 颜色慢慢 我看你在家做啊 我看你能下几碗饭 哎 这样有问题 好 这儿收到这种程度 就算可以了啊 出勺啊 出勺了 出勺了 看 这个酱啊 这个散啊 痛痛痛的 香味全出来了啊 看这肉质啊 又是一大口啊 谁这手里来米饭呢 米饭时候没好呢 好了 马上上米饭 这个鱼啊 它的性质是啥呢 虽然是鱼 吃起来有点肉的那种感觉 对 给你自己吃 再加上这个酱 我告诉你说 甜面酱和干火酱 虽然是神异的 但是下饭 正好吃 好吃 对 好吃才硬道理啊 哎 这个酱焖这个技法啊 你焖什么鱼都可以 特别是海鱼 这种吃法 那刚好下饭了 每日烟火器 尽赞老鱼鸡 酱焖法鱼 您摆 smiling